木材的价格已经达到12年来的新高,下一步会怎样呢? 乌多,欢迎来到演播室,这里离你们的办公室也不远,透过窗口就能够看到。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木材,其价格已经涨至12年来的新高,那这里发生了什么呢? 约亨,谢谢你的邀请。 我从小就了解木材行业,因为每个夏天我都会在父亲的聚木场工作, 因此我对这个行业相当有亲近感。 正如你所指出的,木材价格已涨到12年来的新高,就像铜一样, 木材也是衡量经济表现的重要指标之一, 但相比较铜,木材的反应会更为敏感。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木材价格上涨,而且上涨的态势要比前几年更为迅猛。 那么这透露出的信息是,经济增长在加速。 第三点信息是,通胀率正在上升。 木材价格增长定有其原因,那是什么原因呢? 这主要有两点因素,首先一点是美国经济, 特别是美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态势积极, 有很多房屋的建设和装修要用到木材。 其次是出口方面,中国的需求上升, 日本的需求也在上升。 比如说,现在中国的中产阶级增加, 他们更多地使用木材来建造房屋、装修, 还有使用高级木材家具等, 这都促进了需求的增长。 请更详细地介绍一下, 我想刚才是先说到了美国方面, 这是如何促进木材价格增长的呢? 自2008年严重的金融危机以后, 美国的房地产行业的新屋建造出现持续性的增长。 目前来看,我们仍然预计, 未来数年时段内, 该行业的年增长率能够超过7%, 就是因为对新屋需求很强劲, 差不多能够达到每年150万, 而实际的建造量为120万。 所以说这里还有更多的增长潜力, 此外,美国的现有房屋对重装修以及维护的需求也在加大。 要知道,美国那边的房屋可不如欧洲这边建造的那般牢固, 因此他们需要经常性地进行维护, 这就会需要用到木材了。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? 考虑到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在不断地增加, 目前已经超过了3亿人。 他们对更高品质的木材产品, 比如说高端家具等的需求日趋加大。 来看一下这个图表, 在过去的10到12年间, 中国木材的进口量增长了差不多有10倍, 而且涨势还在延续。 这说明了中国方面缺乏木材, 他们需要继续从国外进口, 比如说美国还有加拿大等国。 但是木材供应方面的情况好像不是很积极, 就比如说现在加拿大方面的一些变动。 我认为加拿大是最为重要的对外木材出口国。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, 他们对太平洋海岸的粘木材砍伐量进行了削减, 而这样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生态的可持续性发展。 我们看到大布列甸哥伦比亚省, 早在数年前就已经对木材的开发量进行了限制。 另外一个问题是一些小动物, 比如说甲虫的啃饰导致森林遭到破坏, 而甲虫使得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大增, 促使温度上升。 或许今年的冬天不会像过去几年那样。 在加利福尼亚, 美国西海岸等地那般, 冷得让人无法忍受。 好的,接着让我们来谈一下股票方面。 你们还有投资公司Nobo的公司, 请介绍一下。 存在着一些木材生产商, 他们有来自北美的, 有来自欧洲的。 在欧洲当中, 斯坎迪纳维亚, 挪威, 瑞典和芬兰等国家的发展都很不错。 而我们选择了Nobo的这家木质面板生产商的股票, 是因为从图表分析来看, 他们的股票呈现出一个很不错的上升态势。 我们当然也知道, 还有一些其他的, 有趣的美国还有加拿大的生产商。 对此, 我们也做过一些研究和调查, 建议广大的投资者们也可以考虑一下。 那么对这些企业股票的投资, 是存在你们投资组合内的吗? 是的, 对木材行业股票的投资, 大概占据我们总投资的6%至7%左右。 乌多, 谢谢你做客演播室, 并分享了宝贵的意见。 谢谢邀请。 女士们先生们, 本期节目的嘉宾是来自Sunaris自然资源公司的乌多。 正如您所听到的, 他对木材行业很有亲近感, 同时这个行业也是很好的投资选择。 木材价格是衡量经济的重要指标之一, 甚至比铜价都更为敏感。 现在木材价格正一路上涨, 触及12年来的新高, 或许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投资该行业的机会。 我是主持人约恒世泰格, 感谢您的收看, 再见。